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各样的场景切换方法 比如横向平移 纵向平移 甩头 甩尾 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最简单的一种 也是最容易操作的一种 但是效果并不输给那些五花八门的招式 那就是动不好你就不要动 感谢观看 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先找一条 你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 这种方式节奏尽量舒缓一些 但是又能有明确的节奏点 我的观点是 你想要拍一部任何的视频短片 首先你要选择一条稳定的音乐 当你听到那段音乐的时候 尽量想着在自己的脑中浮现 这个音乐给你带来的画面感 这样只要你的音乐确定了 你的故事脚本基本也就有了 我需要你做的第一个练习 就是当你拍摄每一段视频素材的时候 都当做再拍一张照片来做 考虑它的构图 前景中景后景视觉焦点 无论你用什么设备 单反微单手机 GoPro 唯一的要求就是固定你的设备 放在桌子上 靠在栏杆上 靠在墙上 即便你的位置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支撑空间 你也要用你的双手 尽量加紧身体 握住你的相机 使画面更加稳定 试一下 让自己用10张或15张动态的照片 来组成你的一段视频 保证你的素材 每一段在6秒钟以上 甚至是10秒以上 这样会留给你在后期剪辑时 更加宽松的空间 最后请注意你画面中的视觉焦点 或者是人或者是建筑 或者是猫猫狗狗 等一些移动的物体 只要它是一个 让人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机房 就OK了 场景不要动 但场景中的内容会动 这样就足够了 但是很多人呢 可能不知道去拍什么 并不一定特意的 要去找风景来拍 可能就是你上班路中的 一个行人穿梭的路口 被风吹过的树叶 移动房子 一条街道 都可以是你画面中的景色 好了 快去拍一部 属于你自己的大片吧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点击评论上方的订阅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